哇,这个鱼也太漂亮了吧 你们见过这种鱼吗 这我刚到海边啊,发现这边有一条 它是一种有翅膀的鱼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叫红娘子 看它还活哎 这种鱼一般离水很快就会死掉了 哇,你看,还有点像蜻蜓 它这个翅膀啊,上面还有好多这种斑点啊 特别的漂亮啊 这个鱼在我们这边叫红娘子 有的地方也叫红袖鞋啊 这个做汤特别的好喝 里面放上豆腐啊,特别的鲜的啊 刚上来就收了一条鱼 可能有点缺氧了 我先把它放到桶里面 养了,打点水 看着特别的漂亮 这只得一斤多啊 哎,你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水管的底下方面 我发现了好几只这个小海豚呀 你看虎头虎脑的 这种小海豚特别的漂亮啊 但是不能吃 它们有剧毒的 哎,这里发现了一窝 可能是搁浅在这一块的啊 可能是弟兄三个 哎,都是活的啊 特别的可爱,你看 带回家可以让孩子玩啊 当时也太小了 都是生命 咱就不收它了吧 让它在这吧 在这自己慢慢还能长大 我们去一下子 大伙 走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啊 刚刚下来 在潘水河那边 发现了一条红袖鱼 那边没有什么货了啊 我到这边沙滩上看看 看有没有古包 走吧 看到没有 这下来就发现一个小古包 这是冒洋楼啊 哇,这个季节冒洋楼也很肥啊 你看 是不是,马晚的肉 它自己往下吃水了啊 捏它一把 哇 受了它吗啊 你看这足两步又一个 这个比较慢啊 还没有完全转进去呢 这个肉还在这边冻着的 一直在往里面去蠕动 来吧 别转了啊 你看这个大舌头 是不是特别的肥啊 这个肉 太过瘾了 这回家白煮啊 可以做个那种酱炒的也很好吃 做个麻辣小海鲜吧 哇,这个冒洋楼,这包水 太棒了 冲天啊 抓冒洋楼抓暴炸鱼 真的是太解压了 受了 哇,你看这个虎台下面 有一只好可爱的短腿暴炸鱼啊 一般估计没有经验的人也不会看 你看 哇,这是短腿的 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很可爱,有没有 看 哇,蒸开也还可以啊 像这种短腿暴炸鱼 一口一个抱头就可以了 收了,咱们给它啊 一会儿要吐没了 你看 带着,放从里面 咱们这些石块都翻翻看吧 哎,哎,有一点扳不动 哎呦,哇,你看 翻出来一只 这只个头比那只稍微小一点 哇,这两只是亲戚吧 邻居耶 住的特别近,你看到没有 哇,这只也可以 下面还有一些锣什么的啊 像这种是芝麻锣 这个算是个头比较炸的了 咱不要了吧 一个两个的没法吃 八爪鱼先收了 又发现了一个锅 像这种下面都是莫亚锣 哎呀,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肉没有完全生出来 但是也很可以哦 看它这个肉里面都是水静一剔透的 把它肉捏出来 好多朋友说它有强迫症啊 不把这个沙洗出来 就不想捏 但是有的时候吧 你把它沙洗出来啊 它肉就全缩进去了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其实捏莫亚了的水特别的好玩 很解压的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这没走两步就放心一个 哇,现在这个沙单肉骨骼 今天有点风 可能是被风吹上来的 你看,哇,一只好大的莫亚锣 好肥呢 捏它一把 得这么捏 哎,你看,还没等我好好捏 它的水都已经放完了 这几只莫亚锣都挺肥的 给它收了 这下面都是石块啊 咱们都翻翻看 石块下面,哇,长腿来货了 刚刚抓的几只都是这个短腿啊 抓这长腿吃一吃 谁放到一起炒啊 这小男腿有点小 好可爱啊 这个长腿的腿特别长 接下来可以做个蜡炒 咱给它收了 放到桶里面带着 这几个石块我们都翻翻看吧 今天怎么没有螃蟹啊 这个石块翻不起来 看看这个什么下面 哎哎,都是虎台啊 冲天了虎台特别的多 这下面没有货 就那个石块下面有 走吧,再往前面找一找 前面又发现一个古包 感觉那个古包冒亚锣还不少的 在这边快看一下 是不是 它都要钻进去了 哇,我都迫不及待的要过来抓它了 哇塞,看来来吃水了 你看来,捏一把 哇,这也太过瘾了 跟大破布似的 说了啊,今天的冒亚锣收的不少 凑一盘够了 带着了 咱们这些小只块 边边角角的 再好好翻一看 哎,你看 这只包炸鱼断足了 看,看到了没有 受伤了,这只包炸鱼 出来了 它这只怎么在这受伤了呀 它这个没有大米 这只,我能试出来 没有白色的大球 但是它这个腿 不知道被谁欺负了啊 走吧 跟着我回家带你吃香的 喝辣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看这条大鱼 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 真的太美了啊 估计现在已经断气了 可能应该是死掉了 都已经不开瓶了 然后还收了几只毛眼罗 一只大鞋嘎 还有海星什么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现在观众小赵哦 下期再见了,拜拜